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网友在5月13日曝光了一则消息 有私生粉找到了王一博的家庭住址 迫使他不得不在深夜匆忙搬离 一些私生犯悄悄潜入王一博的住所 偷偷地与他的摩托车合影 并将照片张贴在粉丝群中 以炫耀自己的行为 我勃然大怒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不止一次 私生犯屡次找到王一博的住所 迫使他不得不紧急搬离 私生犯的可怕追踪行为令人震惊 与此同时 人们也对乐华公司对其顶流王牌艺人隐私保护 工作的松懈感到惊讶 乐华似乎只将王一博视为盈利工具 对于网络上的诸多事情并不怎么关注 主要由粉丝组织来进行宣传和支持活动 他并未从其他影视资源中获得太多帮助 甚至大部分时间都在依赖王一博的热度 以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并培养新人 杜华作为公司的核心利润来源 是否可以更多的关注王一博 而不是将全部心思都放在自身发展和海外市场拓展上 许多粉丝 狗仔队以及带拍都熟悉艺人的家庭住址 尽管如此 艺人并不经常搬家 为什么一旦私生犯找到他们就必须搬家呢 私生犯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缺乏距离感 他们常常误以为自己的追星行为没有触犯法律 但实际上却常常处于法律的边缘 艺人无法预知私生犯何时已何种状态出现在自己身边 甚至是在自己的家中 几天前 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了 就在时代风俊宿舍 深夜时分 私生犯突然出现在艺人的住所 深夜 私生犯 在深夜 得到地址后 悄然进入小区 潜入宿舍 你能设想到 在半夜醒来时 一个陌生女孩正站在现场艺人的床边 对着她发出一脸痴迷的笑容吗 有些女人甚至会偷取物品 然后将其作为纪念品出售 美天 肖战 王鹤蒂 谭剑次等艺人的住所和小区门口都聚集了大批粉丝 狗仔和带拍 这些粉丝已经知道了明星的家庭地址 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害怕 一般来说 艺人居住的多是高档小区 这些小区实行着严格的安全管理措施 令人担忧的是私生活的曝光问题 王一博的车曾被装上追踪器 深夜 私生犯常常光顾他的家门 甚至堵车 不断拨打电话 这种过度狂热的举止 展现了他们对艺人的不正常热爱之情 身为旁观者 实在感到难以置信 匪夷所思 而身为艺人 则感受到了后背发凉的冰凉 安全感荡然无存 诚挚呼吁各位保持理性对待偶像追星 我们对艺人的喜爱 源自于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情感共鸣 而他们则从我们身上获得了爱与支持 并非每个人都像昆凌一样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粉丝变成嫂子 与明星保持一定的生活距离 精神上的愉悦与否并不重要 在网络上称呼他们为老公或老婆都是可以接受的 将对方视为自己无法触及的美好白月光 而不是期望成为他们的另一半 他斜线他的存在能够带给我欢愉的情绪 确保他斜线他没有额外的担负 也不要给自己带来麻烦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扣